每一個人對選舉都會有他很簡潔 你不能用選舉的結果 你追論哪一個是最正確的 這一點上面民進黨本的就是 尊重多元元 我們尊重每一個人的看法 那選舉的責任是 我一個人要負全責的 那我也很欣慰 我們今天從中立區 開始來撤退卸票 那很欣慰我們五位議員 全數當選 恭喜你們 那未來會再怎樣持續服務 我們的桃園市民 我們該做的事情 然後承諾的事情 跟我現任的職務 我們每一天都會當做很珍貴 然後每一位市民朋友的請負 我們都會跟以前一樣 如果桃園市建設上面有需要的話 我們也會選擇協助 這一次桃園市場的選舉 可能不盡影響 那你有沒有想到說 可能是哪些原因的早晨 所有的選舉責任 都我一個人來擅當 那大家的檢討 那大家的這些反省的點 我們也會虛心接受 就選舉的結果 那雖然不盡人 但是所有的成績 所有的因素 都我一個人來擅當 我相信昨天我們 幸運快把選舉的後續的工作 該做的規劃好 那我並沒有聊到後面 政務態市場的規劃 那我相信他在這八年的成績 也受不到十年肯定 那我也相信 大家會肯定他的能力 那他也會有自己最好的評判 那家庭前面做過一十五命 然後今天在明天也做了一些發想 那你怎麼看會有 每一個人對選舉都會有他的見解 你不能用選舉的結果 來追問哪一個是最準確的 那在這一點上面 民進黨可能就是尊重多言越多 我們尊重那個人的看法 王世健也有談到說 可能就是網軍策異是太過分證了 那你是不是也是這樣 因素有問題 那每一個大家檢討 我相信在後續人的責任上 在中央黨部的主權的主權上 我們都會去做前面新的檢討 但是不見得說哪一個意見 就是百分之百正確的 多謝